新疗徐中卫在农业处长陈淑文 还有行政研考处处长吴坤卢的陪同之下 邀请了边境法式点心创办人赖庆阳夫妇 在县政府分享交流 《法式甜点店的秘密法则》 这本书的内容和理念 文旦复兴创办人刘瑞琪也一起参加 在分享会上彼此畅谈法式甜点 融合花莲特色农产品所产生的惊奇火花 边境法式甜心店是花莲文明遐想的甜点店 创办人不仅是一群热爱法式甜点的职人 也是一群关心地球环境环保的主义者 追求在制作甜点的时候也不断思考 如何减少浪费保护环境 使用当地食材 减少包装等方式实现他们对永续经营的理念 因此当法式甜点店的秘密法则 这本书记的出版之后 得到县长许正卫高度的重视 特别邀请边境法式甜点的串判人赖庆阳 李金兹夫妇 分享这本书的内容 就有商环境有趣经营的议题相互交流 现在许正卫表示文化的传承和累积 不但要为法式甜点赋予更深的意义和价值 也让人们更加正视这项艺术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同时也对这本书使用加入花莲食材的运用 表示高度的肯定 现在许正卫表示 每一年县府团队都会绞尽脑汁 即使广义让农民力不再只是真理寻找的刊物 而是将花莲的四季都能够拉入其中 并且结合花莲特色物产 让这些大自然给花莲的恩物能够让相亲知晓 以及花莲食材相互碰撞 激发出的火花 相信能够从中能够找寻花莲食材组合的创意灵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